她经常会上到法庭 然后去说一些很专业的法条 但是她生活中又有自己不一样的性格 这个就是需要我自己去给她赋予的东西 这也是挺有趣的一点 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多数拍的都是古装剧 那个时候整体还是要端着 拍这种比较现实题材戏 你首先就得非常落地 你的行为举止就得像身边的每一个人 就是真实到让你能共鸣的状态 你好 苏卓律师事务所 咱们现在有新希望 咱们去告她 上班长 被告人过往被判无罪 已经说明了被告人无过错 我这个角色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正不阿 其次就是非常有责任感 很有正义感的一个女孩 也是一直为了自己热爱的环保事业 就一直坚持地一路走到底 我刚开始拍的第一个场景是办公室 我一心想要走出来为更大的家园去做出一些自己的努力 自己也当时有写一个很完整的人无小砖 这个区域的生态容量已经被破坏了 而且生物链很可能出现断槽 管理委员会在没有经过还评 没有申请建筑许可证的情况下 私自开挖人工壶 这个已经触犯到了法律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说话就是很慢的 特别慢条斯理 但是做一个律师 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气场 跟雷厉风行的这种就是气势 所以当时在房间就真的是不停地练自己 说话未音不要拖 其次就是一种气场上的表现 尤其你站在那么神圣庄严的那个庭审台上 你自己的气势得架得住 你才能hold住那个场子 就得非常努力地去调整自己以前的一些习惯 请您看一下这份环境评价报告 这个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 那您愿意为我们出庭作证吗 苏律师 我同意出庭 陈树姐姐她是一个就是表面上我看着很洒 但是内心非常有少女心 就是很小女生的一个女孩 我跟她演戏的时候 其实多数时候会有默默地产生一种保护欲 但是在专业上面她还是我的一个老师 你看我走过来眼睛对在我身上 不然那节奏就想回太快了 对吧 我会很乐于去倾听她给我讲戏 或者是哪些戏点她要递给我 然后我会去收到这些戏点就帮助很大 就比如说办公室里的也有一场 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开始跟她拍嘛 我不太敢去跟她有肢体接触 但是她会说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安抚我的这种复杂的情绪的话 你是可以上手的 因为女人之间的互相鼓励是更有力量的 苏律师 你觉得我们的胜算大吗 我们应该能赢 接触了苏卓这个角色以后 因为她是一个环保工艺律师 利益在她面前是没有魅力的 她是真的就是为了环保 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一个女孩 因为我生活中 我是见不到这些职业的 然后我自己演了以后 我就发现 都是这些人在背后 默默地去做出努力 我才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下 做人呢是要有目标的 所以我们要有目标 这样生活才有盼头 感谢观看